做卖部的生意很辛苦啊 这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几两银子 我看你识字不少 不如干点别的 兴许更有出息 谢谢宋承贵 只可惜我只能做这种买卖 这 爹 每次人家来了你都是这些话 烦不烦呢 哎呀 我这不是为他好吗 人家自己该干啥不比你心里有数吗 好好好 宋承贵 那我先走了 哎 好吧 哎 宋小姐 我自己来就行了 哎 宋小姐 哎 宋小姐 哎 宋小姐 哎 有劳小姐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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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宋小姐 还是我自己来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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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宋小姐 精神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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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苏柳青 自幼随父亲在井上学艺 传得这门手艺 还望能够给造福父井一方的各位老爷们尽一些力 如若谁家的井上有需要尽管吩咐柳青一定尽力而为 今后李家生意上的事还需要各位老爷的帮忙 小女子深得各位老爷的厚爱 这香有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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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别跑 叔叔给你买好吃的来了 来 拿着 这里边啊 是糯米酥跟花生糖 喜欢吗 喜欢 亲亲叔叔 乖 谢谢儒儒 发财了买这么多东西啊 嫂子 哎 谁发财了 你兄弟呗 大哥 哎 嫂子 大哥 这是几斤上的汗烟 你留着抽 好好好 嫂子 这块西部料子给嫂子做身衣服 好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我 刚和宋掌柜结完账 这些是我赚的 哎呀 赚的 哎 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 哎 怎么赚多少花多少啊 把自己当酷上爷了啊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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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哎呀 嫂子 都买回来了 不兴退的 就是说 崇林是一片好心 下回可别这样了啊 嫂子 别生气 崇林再也不敢了 一文钱也不乱花 你刚且会做买卖 就这样大手大脚的花 能赚到银子吗 就算赚到银子 那也应该用在要紧出啊 你以为你还小啊 将来拿什么娶媳妇啊你啊 嫂子教训的事 崇林一定改 再不敢乱来了 谢了 谢了 瞧你现在有嘴滑舌的样 都是给你大哥学的吧 我这兄弟可比我强 我啥时候给你买过料子 是哪 你看 多合适啊 是挺好看的啊 这孩子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大概又是想柳青了吧 瞎说 我私底下问过他 他说柳青啊 是一种茶 茶呀 那卓越青还是一种酒呢 你也信哪 太太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各位太太 快请坐啊 这真是李家的福气啊 怎么还不好意思啊 快快坐吧 坐吧坐吧 有青 来 去吧 你真漂亮啊 好久都没见你了 有堂兄啊 还不借这个机会把你和赵八爷的事说出来 让大伙也高兴高兴啊 我给多年的关照 尤其要感谢秦老爷从中撮合 扬州来的赵八爷出银数十万两 正式入伙李家 我和赵八爷将一同开造新盐警五口开发附警盐业 这王家刚买了扇子棒李家和赵八爷又合伙 看来附警的言伤谁轻谁重啊 真不好说呀 嘿嘿嘿嘿嘿 今儿个还想请王老爷 美老爷出来为我和赵八爷这件事做个证人 烦恼二位老爷了 恭喜李老爷 由实力雄厚的赵八爷入伙 不怕买卖做不大呀 真是羡慕啊 羡慕啊 哪里哪里 恭喜李老爷和赵八爷了 同喜 同喜 不过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先通报一声啊 好让王某也准备贺礼才是啊 今儿个突然说出来也是想给各位一个惊喜 王老爷可跟面子做证人 李某已经感激不尽 哪还敢收什么礼呀 秦老爷做事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哪里哪里 我仅仅是签了个馅儿 好啊 这线签得好啊 王某眼镯啊 怎么我就是看不出 秦老爷奔波了半天 对秦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郑元帝 此言诧异 成人之美的事儿 不管放在谁的跟前儿 谁也会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赵八爷当年来赴警 可是冲着您来的 您没理人家啊 谢谢秦老爷提醒 这个王老爷气色不好啊 是不是操劳过度了 这样吧 从今往后啊 这个小弟的事儿啊 就不用王老爷费心了 托您的福 这以后啊坐吃山空的事儿 也不会轮到我赵某的身上了 这往后啊 我就仰仗秦老爷 李老爷 准备坐吃赴警了 对了 我听说这个 王老爷早就有意收购 这邓关周延厂的事儿 迟迟没有去按手印 恐怕是没有闲钱了吧 不好意思 赵某抢先了 多人所爱 喝茶 各位 喝茶 来 喝茶 来来来 喝茶 老爷 犯不着为这事生气 天要下雨 娘要改嫁 老爷您管得了吗 那再说了 赵八爷又不是您的人 谁不知道这个赵八爷 当初是来投我的 这下可好了 知道的 只当他是秦日朗的一颗棋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王正云 是个连朋友都交不成的混蛋呢 老爷您别生气 这事儿啊 可是您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的 就算是吧 姓赵的跟李家合伙 这么大个事儿 都办成了 才请我出来当这个见证人 我还听说他们义了都快半年了 连口风都没人给我透过 这岂不是存心当住羞辱我吗 老爷 这事儿我可要替秦老爷说两句了 前些日子为善子霸的事儿 王家和秦家是明争暗斗 王家想拉赵八爷入伙的事儿 秦老爷也清楚 既然想让赵八爷当这个棋子 他能把这事儿透露给您吗 这 盘管家 盘管家 哎 老爷您别生气 我马上就回 姓赵的 总有一天 我非得 老爷 老爷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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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秦老爷今天兴致这么高 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 我今儿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 又解了我心中多年的怨气 最为关键的是刚刚听了妙红姑娘扶的这么悦耳的曲子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老爷说的事儿妙红不懂 妙红只会抚琴 只要老爷高兴 妙红扶多少首都心甘情愿 妙红姑娘的琴意乃是无人能比啊 不过最显妙红姑娘扶琴功力的 也是我秦某最爱听的那首曲子 未必清楚 不会吧 这个要知己知彼 免强不得 如若老爷不信 就让我辅出一曲来听了便知 妙红 妙红姑娘 别急 你要这么一服我就脸难了 说不是吧难免扫你的信 要说是吧 又会落一个银河之名 这样 我先把取名写下来 等你服完了 咱们再两相对照 阿尔 可显 他 我给你帮我 嗯 老爷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坐吧 哎呀 你没长眼睛啊 去到那跪着去 一会儿禀告太太再说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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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爷 这可是您最喜欢的玉茶碗呢 好了 别管他了 坐下来陪我聊聊吧 秦老爷这招棋下得真是妙啊 他既做了人情 还断了王家的念想 而且这合伙的对象是李家 居然还请梅老爷跟我来当见证人 弄得我当时连脸色都不敢做一下 老爷 就算是过招 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当初啊 秦老爷想促成这件事 是想在扇子坝这件事上 给王家来个釜底抽薪 可他低估了老爷 扇子坝最后还是落入了王家之手 扇子坝尘埃落定 秦老爷既不想得罪王家 也看不透赵八爷 再加上李家出了点麻烦 这事儿一拖就是半年多 那照你这么说 今天这事儿 秦老爷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赵八爷是个什么人 您还不清楚吗 哎 你这话我不赞同啊 赵八爷是常于心计不假 可秦老爷也绝不在赵八爷之下 怎能为他左右呢 老爷是见证人 两家的合伙条件 刚才您已经看见了 您应该啊 从几方面合起来想 这事儿是一拍即合 各有各的算盘 秦老爷单有所图 咱们就不说了 李家是想用赵八爷的银子发财 还没开张就有两万两银子进账 何乐而不为呢 赵八爷也不傻 按时下的行情 只要经营得当 这一口井 一年赚个两三千两银子 那是不成问题的 这八万两银子 没有几年的功夫 就可以赚回来呀 果然是个管家呀 经你这么一盘算 这事儿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 这只是啊 明里头的 暗里头 他们怎么打算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算了 管他明里暗里的 管不了这么多了 刚才听你说的这些话 我心里头已经好受多了 老爷 天不早了 你也该进屋歇着了 好吧 起来吧 起来吧 叫你起来就起来 难道这世上还有嫌贵不够的人吗 别记恨你家老爷了 刚才是老爷心烦这不关你的事 起来 来拿着 算老爷给你赔个不是 回老爷的话 刚刚是只字闯了祸 你还在提那个事儿啊 没事儿了 拿着 刚才啊 是我心情不好 失手过重 这几个阴角 就算我给他赔个不是 给他吧 哎呀 老爷这话说的 规矩还是要的 哪有给丫鬟赔不适的理 哎 这可是老爷最喜欢的玉器茶碗 可以卖好几个米呢 知道吗 哎 你看看我呀 是我自个儿心烦 却拿着自家的丫鬟撒气 这 这算啥本事啊 老爷 这些丫鬟啊 这手脚是越来越茅草 也该好好调教调教 哎呀 不过就一支杯子嘛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你就别骂他了 您啊 是护着下人 可是这事儿 刚刚那茶杯啊 也是我自个儿失手打碎的 不管他的事 那好 既然老爷都这么说了 那就算了 对 这件事儿啊 就这么算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您又忘了 他叫枝子 还是您给起的名字 哦 对对对 枝子 快起来吧 啊 让他回房歇着去吧 老爷慢走 还不快点 谢谢老爷啊 老爷是曾经沧海之人 一场游戏 何必如此 青山依旧 绿水长流 绿水长流 人世间 真正能称得上知音的 有几人哪 啊 知我者 妙红也 国人有余伯衙中子妻相遇 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而如今 老爷被中子妻 尚可视为子谦 可妙红一个青龙女子 怎该与于伯衙相比 传出去 要遭人唾骂的 缘分 岂能分贵贱 你我若是无缘 能有今天吗 哎呀你看看啊 你看我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好玩 你看就好 好啊 站这边来 你看我的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它那边 像这边来看 在这儿放 快来呀 哇 哇 哇 那也真好啊 再看我也要 你来来来 你干的 还有呢 还有呢 真漂亮啊 真真高 淡如秋菊何方寿 这边呢 青到梅花不畏寒 好 多处不凡 观此连闻 甚见主人之风骨 且书法妩媚 娟秀忠透出了刚进 洛大人所言甚是 真是入目三分 这个宅子主人是谁 这 洛大人 洛大人 小的家住附近 知道此宅主人是谁 说说看 后部支县陆基 他住在这个宅子里 好啊 给这个陆基传个话 过往年 开印后 让他即刻到总督府来见我 这 大过节的 有啥不高兴的 还不是为了御林的事 老爷 唐家的事您是早知道的 今天我们赶庙会回来 唐家就托没人来讨回话了 依我看呀 这唐家就挺合适的 唐家小姐不仅仪表堂堂 模样也没得说呀 可是我跟御林一提 她就生气了 说只要娶了唐小姐 她连屋门都不进 她 她怎么这么说话呀 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了 还有呢 我一生气我就跟她说 你以为这媳妇是给你娶的 是为了秦家 可是她竟然冷冷地回我一句 说既然是为了秦家 那干嘛要跟我说呢 说只要娶了唐小姐 她大不了当和尚去 什么 这孩子是 老爷 太太也是好意呀 婚姻是终身大事 本想听听她的意见 免得人娶进了门 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呢 那你没问问她 她到底想娶什么样呢 她也没说呀 她说除了要当和尚 别的一句正经话都没说 说说说 别憋着 这御林啊 八成是给梅家小姐迷住了 梅家 那天在临江楼啊 玉林看见梅家小姐 那眼神就不太对劲啊 我是看得再仔细不过了 玉林的眼神啊 一刻都没有离开梅家小姐 我还真担心呢 生怕梅家太太看见了 怪我们秦家少爷梅家教 老爷 这梅小姐可是百里挑衣啊 你们以为 你们以为娶梅家小姐像买个丫鬟那么容易啊 我这真青帝就这么一个女儿 又视为长上明珠 再说梅境那孩子长得跟天仙似的 不说别的 单论容貌 玉林要是能娶成她啊 那也算是攀了高枝了 那可不是 老爷 试试看嘛 这方圆百里 谁敢小瞧咱们秦家呀 再说了 玉林意表堂堂的 也真配得上梅家小姐呢 还别说啊 真要是跟梅家连了音 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看也是 吃花生 不是我小肚鸡肠啊 谁不知道当初这个赵八爷是来投我的 可是在不明旧里的人眼睛里面 还以为王某这个人连朋友都交不成呢 老弟是一帆风顺惯了 为父心词强说仇啊 你我要是换换 就这个事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这一年多来 梅家不是一直都风调雨顺的吗 有什么好仇的呢 不是仇 哦 是害怕 说不定那天 我梅家这点基业 真的就毁在我的手里了 哦 我今天到贵府上来 既不是为了晒太阳 也不是听你抱怨那个赵八爷 我呀 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呢 你有什么好仇的呢 其实我不说郑云帝也能猜个十之八九 梅老爷是担心梅家在刘家舵的严谨吧 哎 哎 哎 从年三十那天晚上开始 都几天了 川天边界是越发吃紧 李兰二人的队伍是隔三差五的侵入 离刘家驼或三五十里或近百里 他们说打过来还就打过来 可是朝廷不是在穿颠边界还扎着大队的兵马吗 朝廷的兵马 除了像你我摊派银两 他们还能干什么 真要打过来 他们能扛得住吗 那倒是啊 老弟是走南闯北见多识狂的人 我啊 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拿拿主意啊 你既是后部之县 当之官府素有封印之席 今日刚刚初六 你就找上门来 难道就不怕吃闭门羹吗 小人对大人仰慕已久 就算是小人吃了大人的闭门羹在小人看来 也算是幸事 再者 大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小人听到大人的传话就赶来了 没走他乡 传你来并不是让你说这些 其实见到对联那一天 本钦差就想见你 洛大人 你何时来成都 在四川赴过何关呢 回大人 小人在家已赴先十年 以前你共过何职啊 替人歇歇折子 三管汉陵 这严谨呢不像别的 带不走也藏不了 真要是遇上了战火 毁了也就毁了 不是我心疼那些银子 刘家驼要真有个闪失 我没家将会元气大伤 再想缓过劲来那可就难了 没老爷用不着多虑 朝廷不是派了个钦差到四川来吗 我听说这位洛大人呢 他虽然看你我言上不顺眼 不过如今川颠边界告急 他总不能做事不管吧 勉强算稻草一根吧 别的忙我是帮不上了 如果是需要仓房 马车 人手什么的 到时候没老爷只管知会一生 小弟绝对分文不取 一时还用不上 不过冲进这句话我先给您道声心 你这就太见外了 老夫刚入川不久 对省情不甚了解 你有何间谍 此处就你我二人 有话但说无妨 老夫 骆大人一定久闻 举国封烟属由顽父之说 在小人看来 实际下省内军政事务 就当从顽父耳子入手 以小人浅见 完者四川未受战祸之苦 民心绍安 富者则一个言字即可改过 说下去 以小人之见 若想稳住四川 要从两件事上入手 其一 房室打开入川 其二 整齿炎制 小人不懂军武 不敢在陆帅面前妄言 但是小人对炎制弊端 却略知一二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话你放开说 大人 在小人看来 朝廷下令以川岩祭处 是属无奈之举 此令一处处地炎黄历劫 朝廷也多了不少银子 但是炎制弊端 没有从根本上出去 自从川岩祭处以来 本省运往沿江珠省的石岩打几十亿锦 且岩价不菲 但是所得盐税 却很有限 坐 谢大人 老夫在湖北任上听说 川岩祭处令 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白花花的银子 可就是盐税之力既不归于上 又不归于下 对此有何见解 大人 大人此言正中要害 此令一下朝廷一呼百应 朝廷急需言税为上 百姓为生计所必乃下 大人 石岩不似踏舞 禅言犯言 言官言商 却亦不可 说 所谓中饱四囊 就是指言官言商相互勾结 七上万下 所获胜方 好 小弟还有一事不明啊 你是说 所有大家风范的秦老爷 竟迷上一个青楼女子 秦老爷不该是那种轻浮之人 可是他却对妙红 妙红可不是那种随便一玩的小女子 你我呢 各种妙处不在其间 也就不便其理啊 妙处 再妙 他 他也还有分寸呢 谁都有当局者迷的时候嘛 不足为奇 可秦老爷 他是少有的明白人哪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就在此里 老弟啊 你信不起 眉毛把话放在这儿 秦老爷与那个妙红姑娘 不仅有善史 而且 还定有善终 你是说 这秦老爷会给妙红赎身吗 信不信有你啊 此事不出俩院即见分晓 说句得罪老弟的话 论敢作敢为 王老弟是当之无愧啊 可有些事儿 我看未必吧 不愧是没衣脉啊 瞧人看病 君无丝毫差池啊 取笑了 本钦差放你个缺 任你为知谢可有兴趣啊 不愧是吗 如今甘坐拳马 以报大人治愈之恩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谢大人 后生可畏啊 刚才你一席话 老夫受益颇多 既有如此至势方略 朝廷又只用人之计 老夫 全当成全于你 大人 准备拆小人前往何地 川南一县 知县空缺 当初老夫 没有在意 后见举剑之人 如过江之急 甚至有人 出银十万辆要谋夺此位 老夫留心将此职务 攥在手里不动 今日 老夫 将这县令之物交于你 因你能当此重任 骆大人 此县是属中 产颜要地 你不能不知道吧 骆大人说的是 父亲 对 本钦差认你为父亲之县 如何 怎么能 陆基何德何能 竟得到大人如此抬举 纵然干脑徒弟 也不负大人众望 一个小小的支线好好干就是了 何必还要干脑徒弟呢 起来吧 在上 你们不能打人呐你们 唉唷 跑啊 还我拿不住你 你们不能打人呐 站住 那么不让他能打人呐 你们站住 我打你 我打打你 我打你了 你打你了 你不给颜子你 你呀 听念兵好 走啊 秦老爷 秦老爷您得给我做主啊 秦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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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给银子 您得断个光灶 秦老爷 光天化与之下 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讲理 亏你还吃这碗饭 这地方只出言不出理 像你们这样 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呀 拿来 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就遇了五代言 应收五两银子 这买卖怎么做的 做不下去别做呀 红乖姐 给银子还是给盐 少休息行不行 我就靠这人养家糊口呢 谁相信的 上回就饶了三两银子了 这回又来了 拿银子吧 再不是抬去 老子将你这些盐全卖喽 你们简直抢人哪这是 抢人 抢人 你们 抢人可以告我呀 告你 你们跟官府是串通一气 我告谁呀 就等你这句话呢 敢吹奔官府 今天晚上就在大牢里互过吧你 秦老爷 秦老爷 您得帮我主持公道啊 秦老爷 秦老爷 你得帮我主持公道啊 秦老爷才不会管这种闲事呢 谁说我秦日朗不会管这种闲事啊 秦老爷 小心血见身上 秦老爷 您是赚大钱的 给弟兄们留点小钱花花 想赚小钱是吧 好啊 那改日到我秦日朗的盐库 去扛盐包当小公吧 是 干什么 刘某先把话搁在这儿 你们谁敢动我们家秦老爷一根指头 秦家就用一口严谨换你们一颗人头 走 走 慢着 走 回去告诉你们几个的爹 啊 就说我秦朗说了 小小小的年龄不好好学 竟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是会遭报应的 是会段子绝尊的 走走走走走 秦老爷 秦老爷 今天是多亏遇见您哪 不然 秦老爷 您是大户 谁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可像我这样的 受尽了他们的欺负啊 这帮人整天白痴抓拿的 把父亲搞得鸡犬不宁 老爷 像这种事儿您管得完哪 比这缺德的事儿多了 毕竟他们也是盐商 都是跟咱们吃同一碗饭的 那官府衙门都不管 您何必认真哪 我秦日朗什么时候指望过官府啊 老爷 今天听崔大人说的那个路基 你以前听说过吗 听说过 但愿别再来一个混饭吃的 要是真来个混饭吃的 倒也不错 就怕吃饱了撑的 再无端找些事儿来煮消化 你说什么 此言精彩 陆大人 您到府井去当支县 为何偏要我去给您当师爷啊 承蒙陆大人错爱 陆某就得干出一些名堂来 一个好汉三个邦嘛 陆某虽算不上好汉 但做事总得有个帮手才是啊 陈兄在湖南严查倒台手下做过师爷 对朝廷严正颇为了解 又是川南人士 对附近的风土人情比我熟啊 唯一吃不准的就是 什么 县压的门槛太低 对一向初入倒台府的陈师爷来说 是不是有些委屈了 陈某不愿以同流合乌啊 无奈官场太黑 既然改变不了 那还不如躲得远点 陈兄啊 随陆某到府井走一趟如何 陈大人 这么看重我 那我只好聪明 不过恕我直言 就仕途而言 陈大人次次出任赴景之县 怎么 前景堪忧 请风吹将回忆吹透 你在与谁相守 那一掌不离不弃 如今是风只剩情愁 你走后 你走后 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 在许多年之后不同 酒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 红颜到白头又几度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 却放手奔 我开始点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 是否要遇到与怀一变 盖上传摄 你一变成天 一变成天 太阳了 快要走 你一变成天 你一变成天 人生你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想后留对错 向谁诉说